台中市污日区一栋位在十字路口的旧公寓 从两侧角度来看相当的瘦长 三角形的房子仿佛像是一块蛋糕薄片 不仅挺过921强镇 屹立不摇二十多年 还曾以纸片屋成为当地的拍照打卡景点 但最近店家陆续的搬离 清茶原来是连同周边的土地都被建商给收购 预计近期就会拆除 未来将新建商办大楼 从空中俯瞰 雾日市区十字路口这栋建筑 居然出现一块薄片蛋糕 这就是当地知名的纸片屋 几年前在网路爆红 吸引不少外地人特地来一探究竟 甚至想体验瓜居生活 但如今不仅一楼小置摊搬走 连周边的超商和美容院 也都因租月到期准备迁移 我有邻居在讲的 就说他们这边要盖商办大楼之类的 这栋房屋尾端最窄 只有一公尺 屋前最宽也只有三公尺 长约三十公尺 只因当地道路拓宽 变成如今纸片屋的模样 不仅挺过921强镇 二十多年来屹立不摇 如今年同右侧四栋建筑 全被建商收购 五日区不仅有高铁和捷运的加持 另外高铁娱乐城也动土 商圈逐渐形成 势必带动人口一入 从话区腹地没有释出 那建商可能就朝周遭的 那个旧建屋去做一个整合 这个部分不便就是说太多 我没办法回答任何事情 对于新建案建商不愿多做回应 态度相当低调 奇葩纸片屋将走入历史 再次引发话题 这是王政权台中报道